长达十几年的婚姻 一直存在有家暴 前段时间她对我的家暴 太厉害了超出我的底线 我也不知道 我的婚姻究竟能不能走下去 你看到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这个丈夫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很害怕她 那李先生呢 我就是想解决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如果要是能相处下去 看我们这个矛盾 究竟出在什么地点 那对于刚刚妻子说到的 这个家暴的这个问题 我每次不是说 我没事来找你家暴 对不对 就有原因所在 那在你看来 你们夫妻这一直以来的关系怎么样 一直关系都还可以吧 你们现在两人还在一起生活吗 没有 我最近她打完以后 我一直在医院 包括来金面朝鲜之前 我还都在医院住院 王女士的讲述 让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 丈夫使用家庭暴力 已经把她打进了医院 可见 丈夫的暴力程度是相当的严重 而李先生这边 并不否认家庭暴力的存在 但他声称 自己的行为是有原因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让李先生 把共同生活了十多年 感情还不错的妻子打进了医院 他究竟对妻子有着怎样的不满和怨恨呢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王女士表示 这最近的一次家庭暴力 竟然是源于一句看似很普通的话 是龙旅正月二十 中午的时候 去走星期喝了一点酒 因为我前段时间 在福建厦门做了手术 去服查的时候 人家说我恢复得不好 我就跟他说 我现在我身体不好 你每次都喝酒 喝完酒了 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我就说了他两句 他就动手来打我 我一直身体不好 也没有力气 他就每次打都是打到头部 头顶那个上面 然后捡到一个那个班子 他就用班手也砸我的头 几分钟好像就赶紧蒙过去了 浑身全部都是亲的 你觉得冤枉好人行吗 有照片 方便给我们稍微看一下吧 李先生不承认 自己对妻子暴力过度 这时坐在一旁的王女士母亲 马上拿出了证据 这是一张王女士 在被丈夫打完过后拍摄的照片 这张照片到底会引起李先生 怎样的回应呢 这一张是 那个都已经半个月了 这个是已经被打半个月以后 经过治疗以后的照片 对 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 眼睛这个整个面部 这边是肿的 整个面部还是狱青的有些 我就给我女儿 大女儿说 我说不行 我要去看一下 今天人家当时说要750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 你的丈夫都没有管你吗 你打成那样了 没有 他每次打完 他从来也不道歉 也不去管你 也不问他 李先生 他几句话不到 就能把他打成那个样子 他就说 我这不好 那不好 又没钱 又开始给我吵 骂了很多难听的话 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你别吵了 他拿半手打我 我没有拿半手打他 当时把我的腿打起包了 同时我就是忍不住 我都肯定要玩手 你不要媚着良心说 哎对啊 我不用媚着良心说 来这里吵架 你都说了半天了 我跟你说 我从来没有 这么多年家暴 我从来没有主都动过手 那当时那天晚上他去看医生 你也没管 他和我女儿出去了 我要在家里面待两个小的 那他回来以后看的情况怎么样 在医院二十多天你也没去啊 我去了两次 第三天第四天 派出所打电话说 他现在需要住院治疗 我给他送钱过去 他从来就也不打电话 也不送钱 实在是弄到派出所没办法了 我就派出所说 我说这么多年 他一直怕我也没当事看 一动手就打我 现在打得骗你淋伤了 还不管我 我觉得这个婚姻 确实是没办法再将就下去了 他没有意识到 他这家暴是打气 这是违法的 他良心也没有说有谴责 我打你就打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觉得我开始没办法容认他了 我觉得他良心已经坏了 开始就把他拘留了 王女士忍无可忍 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 除了通过报警的方式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之外 王女士还向法院 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反家庭暴力法 颁布以来最受关注的条例之一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 长期受到家庭暴力 严重伤害的女性 你的意思是 不通过这样的手段 她是不会意识到 她对你的这种家暴 是有多严重的 对 照你这么说的话 似乎这个家暴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 在这16年大大小小已经20多次了 16年20多次家庭暴力 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王女士说 丈夫每一次的暴力相向之后 她的身心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丈夫肆无忌惮的打人情为已然让她不堪忍受了 然而让王女士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或者说 管束住 约束住她 但是事与认为 她一而再再而三 除了这个汉子 你还在用另外一个汉 去维护自己 你要汉衛你的钱财 你为了不让自己经济受到损失 你不惜去离婚复婚 你随意地 可以让自己的情感 哪怕痛恨无比的情况下 依然为金钱让落 所以我想提醒一下方女士 你能不能想一下 在夫妻之间 本应该拥有的那些 比如说心灵上的交融 彼此的尊重 千让 你真的要 好好地思考一下 这段感情 这几次的婚姻 代表你什么 不爱你的人是感动不了的 要走的人你也留不住 所以现在耽误之急 我觉得你应该 不要再总是去恨别人 而要学会爱自己 真的要学会把注意力 转移到自己的身体上来 这是你的当务之急 学会能够平静平和地 接纳这一切 并且学会去丰富自己 调整自己 然后拥抱生活 其实不管是李先生 还是方女士 他们都应该为这16年来 反复地分分合合地 做一个反省和总结 李先生不能像过去一样 放纵自己的行为 完全不顾婚姻中 应该承担的责任 方女士不能为了钱和孩子 困绑自己的婚姻 为了让她们明白这些道理 接下来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一啰嗦 方女士就吐槽起了李先生 她对我跟孩子来说 一点账战都没有 她不会是懂得说 孩子学要关心 或者学要心灭 她如果心里有你会 心里有的话 你觉得她心里有吗 我觉得她没有 你觉得她这十多年都没有 还是这些钱对我特别好 我不会做饭 不会洗衣服 不拖地 都是她干的 我现在变得什么样子会干的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她就看外边的生活好 方女士说 这些年或许是丈夫腰包里的钱多了 受到的诱惑多了 缺乏自制力的她 便一头栽了进去 理错再错 然而李先生却把自己犯错的原因 推到了妻子身上 她那个呢 就是有点就是 要强的 她性格就是 在带着男人的性格 她就不是那个强势 她就不是那种柔情似水的女人 对 是不是其他的一些 就给了你一些这样的一些迷补 一些情感上的迷补 所以你才会去分心 会走神 这怎么说呢 反正这也有可能 我觉得李先生 你真的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